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比三输给了马进 被灌了三球队的黄马有些耻辱 比赛刚刚开始四分钟 马进就进球了 利诺在左侧起球船中 莫拉塔前插 投球一顶 皮球弹地后钻入球门右下角 马进获得梦幻般的开局 五分钟后 马进继续用投球的方式制造威胁 西门尼斯投球攻门顶偏 皮球偏出了右侧立柱 出了底线 第十八分钟 马进再次取得进球 依然是投球的方式 萨乌尔也是在左侧起球船中 格列兹曼投球一顶 皮球也是弹地后钻入球门右下角 这季投球力量不是非常大 但角度足够刁钻 凯帕没能把球扑出 主场球迷狂欢 马进两球领先了 第21分钟 莫德里奇在禁区线上把脚怒射 踢飞了 七分钟后 卡马文家也尝试一脚远射 但他的射门被身前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 发生变相 高出了衡量 随后 巴尔维德投球攻门 顶得太正了 奥布拉克把球没收 第30分钟 萨乌尔的射门被凯帕化解 第35分钟 黄马终于进球了 克罗斯在禁区外扣球缓开上抢的防守球员 随即起脚抽射 皮球钻入球门左下角 4分钟后 克罗斯再次尝试远射 这一次被奥布拉克没收了 半场临近结束 黄马再进一球 但是因为吕迪格欲位在先 进球无效 半场结束 黄马1比2落后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46分钟 马进又进球了 萨乌尔起球传中 莫拉塔投球一顶 球又进了 凯帕一点反应都没有 西蒙尼只用一招边路起球传中就打爆黄马 真是太神奇了 八分钟后 格列兹曼开出角球 埃尔莫索投球攻门 这一次皮球击中了衡量弹出 黄马根本防不住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啊 第57分钟 黄马进行大规模换人调整 楚阿梅尼 纳乔和门迪都替补上场 第63分钟 罗德里哥在点球点附近凌空抽射 皮球被身前的防守球员挡了出去 七分钟后 吕迪格外围尝试一脚远射 皮球稍稍偏出左侧立柱 最终 黄马1比3输给了马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